《有情的交談》 沒有特定的話題 開始在家庭背景學習歷程 在家庭背景學習歷程 我年紀大 溫祖人是愛老扶幼的人 人家說是平民總理 四方八面都照顧周到 不是只見大老闆 如果我有多少代表性 他都是對一個年長的 長期在香港堅持愛國愛港事業的人 表示關注和好感 退下做了七屆的全國人大代表身份 離開了奮鬥大半生的校長生涯 吳康文又再成為傳媒的焦點 是四月與總理溫家寶這次見面 單獨談了一個多小時 還共進午餐 吳康文說由始至終 都沒有感覺到這次的安排 有什麼特殊的政治意義 兩位老人家的話題 由一段民族苦難的歷史談起 我大概一倍變成 我在抗日戰爭的民族苦難中成長 十年都是主席台 八十六歲的吳康文 抑起戰時的遭遇 仍然歷歷在目 十六歲剛剛考入廣州 國立中山大學的吳康文 還未感受到多姿多彩的校園生活 就遇上了相貴大撤退 當時日軍從北面的長沙 就快打到廣東 大學的全體教職員 要疏散到梅縣一帶 吃完這些病肝來維持 過程都很艱苦 因為當時月包很冷 十一月的時候月包很冷 我們這班小孩 十六七歲人 背著一張棉胎 和一些教科書 那時書很矜貴 有網網上網 或者開手提電腦解決問題 都是靠一些參考書來讀書 一路走 中途已經很晚了 我們要在半途來露宿 鋪開一張什麼 穿小衣服 貓在這裡來睡覺 過一夜才繼續前進 這些年輕時候的記憶 吳康文說 每每見到現在的香港年輕人 常常有抱怨的時候 自己就很感慨 現在的港系都是十六七歲 在倫敦有一場大雪 就說沒有飛機來香港 度假去年聖誕的時候 沒有飛機大雪也飛機不飛 那就鬼殺那麼吵 現在的青少年人 嬌山慣漾 都沒有捱過這些世界 但當時我們捱過 從來都沒有叫苦 大家都一樣 沒辦法 有些年紀大的教授 又跟我們一起走 一路走路一路走路前進 所以我覺得現在對青年人的教育 是一個大問題 一個就是怎麼能吃得苦 怎麼能隨機應變 面對困難 而不止不鬧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吳康文1926年 在廣東蔚來縣一條鄉村出生 少年時期就經歷戰亂 一直流離失所 深感民族苦難之痛 他說對他日後確立自己的政治信仰 和人生抉擇起了很大影響 除了打仗 首先要避免飛機來轟炸 當時我們讀中學的時候 一有警報就要進入地下室 所以上課也重得不太安穩 這些民族苦難 我們經歷得很厲害 在鄉下的地方是看得很清楚 特別是官僚 蝦霸一般的農民、平民、老百姓 他們有大魚、大魚、大魚 農民、平民、老百姓 連番薯都吃不上 我十一、二歲 就去參加劇團 宣傳抗日 去鄉下寫標語 發傳單 介紹抗日戰爭的必要性 大學的時候 參加過反饑餓、反內戰的大遊行 反對國民黨的腐敗統治 發動內戰 1946、1947就很高潮 參加這些活動 所以這個肯定是對我的青少年時代 有一個很重大的影響 雖然吳康文大學畢業的時候滿康熱誠 但是命運的安排就令到他有些意外 1947年廣州國立中山大學畢業 本來是獨化學工程 一心準備投身工業建設國家 但是因為當時認同中共政權的香港培橋中學 正是沉迷大學生擔任教師 從此他就踏上了教育之路 當時有很多內地出來香港的人 來學校接受這個教育 培養革命思想文化知識 因為當時學校在香港找大學畢業生很困難 香港的大學 那些人不會輸去學校 那些是天主門生去做官 大把世界 所以很難玩先生 特別要找大學畢業先 我覺得這個不只是教書 而也是一種革命活動 開始有些動搖 因為一開始解放的時候 國內很多工廠要去接收 從國民黨接收 很多同學打電話給我 你回來吧 這間工廠需要一些技術員 你回來工作吧 我都心動動的 但這個學校的領導 每個人都回去 這間學校怎麼維持 所以勸我留下來 我留下來 一留就留了六十多年 一個甲子過去 吳康文說 沒有後悔以香港為家的抉擇 但坦然這個選擇 令他和同期的同學 走上了一條很不同的人生道路 我們在新中國成立 我們看到一片光明燦爛的好景 想不到之後 一直鬥鬥鬥 特別是知識分子 經常都是鬥爭的對象 想不到 後來過這麼多政治運動 我沒有參與 我又不覺得這是一個行運 但又不覺得是一個損失 總之既然我在這裡已經站穩了腳 後來又做了校長 1958年 吳康文擔任培喬中學校長 不過這個校長不單止處理教務 當年的港英政府 對有政治立場的學校很敏感 吳康文說日子過得並不輕鬆 那些警察局的政治部特務 差不多天天跟我 一天有兩個人跟我 有兩個特務 有些我都熟口熟臉 他跟我的目的 就不是想 就是警告我 即是說 你不要亂動 所以他跟你的 就說 你不要跟別人來往 一來往你就害死那個人 所以老實說 一個就是 我們覺得 生活上是受到一種驅促 變成私隱完全沒有了 變成給你 但另外覺得是一種光榮 你覺得我這麼重要 要花那麼多人力來跟蹤我 我覺得自己是受到一種鍛鍊 即碰到困難和什麼問題來講 就能夠 臨迷不亂 可以這麼說 在香港六十幾年 吳康文都被冠以左派 他自己怎麼看這個標籤呢 下一節再說 好 甚至舊有五百多名陪橋中學的校友 有些已經散居海外 這一天聚首一堂 除了是為老校長祝壽 更加是為了祝賀他 榮莫教育學院榮譽院士 這個榮譽 是獎勵他沒有功勞 都有苦勞 其實他說 功勞他就不敢當 他不敢當 我代表他當 因為我爸爸幾十年來 教育了這麼多英才 包括在座這麼多位校友 做了一個有用的人 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難道這些不是功勞嗎 我在這裡代表 我自己是一個學生的身份 也是一個校友的身份 也是他子女的身份 我覺得這個是他的功勞 我覺得他是實至名歸的 爸爸我以為榮 雖然是無心插樓 但是從事教育工作 眨下眼六十幾年 吳康文說 這一刻 真正體會到桃梨滿天下 我現在做的事 回首六十幾年 我都無愧無悔 特別我現在覺得 最欣慰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我教育出來 成萬的學生 現在很多都很尊敬我 所以我現在基本上 我是半退休 除了社會活動 學校的事情不用我管 都要有校長 他們就管了 很多校友 不僅僅請吃飯 很多時候都很關心 所以這些校友的回報 親過自己的子弟 這種滿足感 我覺得是很難想像 我們做了幾十年 以前教了這麼多 所謂桃梨滿天下 教了這麼多學生 現在他們今天事業有成 回來 老校長、老校長前、老校長後 取食飯也好 聊天也好 請你去度假也好 這些種種的事情 我們有很大的滿足感 在被視為左派的學校任職 亦都長期擔任全國人大代表這些公職 吳康文被外界稱為左派的代表人物 他自己又怎麼看這個標籤呢 是 左派 如果說你的思想來劃分 我覺得這個名字是沒有什麼惡意的 自始至終我們都是愛中國 愛一個中華人萬國國國 人家覺得你左派 我覺得這個名字 未必有什麼太多的貶義 左派、愛國派 有些人說你是開明左派 即是說有些左派就頑古些 有些左派開明些 這些我都沒有所謂 別人怎麼說 不過我覺得我們幾十年來都沒有變過 既是左派又比較開明 所謂開明就不是人民人民 不是上頭說什麼 你就跟著說什麼 我們有自己獨立的思考 無論如何看待這個說法 吳康文一直以來和北京聯繫密切 早年已經參與內地的社會政治活動 1975年開始 出任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 親身經歷了文革後期 到改革開放之後 內地政治氣候的大轉變 這個變化都很大 因為我第四屆時候 當時四人幫助在台上 去開會都是講套話的人 我就不講話 叫我講套話我不講 直接不講話我沒有講 沒有發言 經常都在高呼萬歲 有一次江青來接見我們 人們在這裡歡呼 我不理會他 當然我又不能反對他 當時的氣氛 一做就做了七屆全國人大代表 每年的會期 進進出出人民大會堂 三十二年 當時來說 沒有所謂 人民議政的氣氛 都可以做舉手機器 別人說你真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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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五屆六屆就開始好些 逐步有進步 進步得比較明顯的 就是法治 我們每年都定了很多法律 使到現在國內的法律 基本上都沒有完備 差不多有三百部法律 什麼都齊全 現在問題在哪裏 有時有法不依 有些地方幹部 他又不計法律 他說我做事 老子做事 自法律的道外 有法不依 執法不嚴 甚至有些人知法犯法 明知有法律 他知法犯法 這個他要慢慢來糾正 2007年3月的北京 和往年一樣 渣戀還寒 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最後一次會議 人民大會堂響起了國歌 對吳康文來說 一切都是這麼熟悉 但又總覺得有點不同 做了七屆全國人大代表的生涯 在這個春天畫上了句號 有意證能力 愛國愛國 年紀比較輕 這幾個因素 退下政壇 吳康文並沒有停下來 反而享受自己的另外一個身份 我以寫作為樂 我希望別人當我是一個作家 一個評論家 寫文章外生 因為我很享受移民會友的精神 去永和 那位 ex-光科醫生 看見我做了一個掃描 交了錢 交了一萬元 何醫生說不收醫生的錢 一萬元就不收三千元 三千元是醫生的錢 七千元就是技術和醫院收錢 他自己那份不收 退分三千元給我 錢是很小事 但你很感動 我寫文章 你欣賞文章 這個滿足感是很大的 最高的滿足就是到溫總 你都看我文章 以後才要見我 兩個 一個幫辦 不知道是警司的幫辦 他看到我 很面熟 我說是誰 我說我是我吳康文 吳先生 我又是看你的文章 不知道幫辦的警司 什麼級別 我不知道是警官 奇不奇 經常都是 數以幾十計 經常在社會上 碰到一些不懂 懂的不能說 懂的會看我的文章 看我的文章 這個滿足感是很大的 在教育事業 在政壇打拼了幾十年 我太太很支持我 她早期在漢華中學教書 都是老左派 後來她就去了出版集團 在出版集團做到退休 我的兒女都很聽話 都是自食其力 經濟上就沒有什麼好東西 都是自己一家 一個小家庭 我現在有三個孫 差很遠 大孫現在在香港大學畢業 正在做事 我這個小孫去年出生 是老虎仔 現在只有一歲 一歲兩個月 這個人很可愛 吳康文說 現在最大的樂趣 是龍孫維樂 以及享受這份滿足感 令她深深感到 人生無悔 你教了你的學生 都會記得你 一個學生 又是經常在學校 被記帶過的 我都不太記得她的名字 有一次我去非法 她就進去 她臨走一樣 拍我肩膀 她說 後長我給你錢了 後友這些表現 這些很簡單的例子 你就很滿足了 第二個就是晚年 這十年八年 我寫稿 寫出這麼多 移民會友的東西 回到溫總理 這兩件事 人生都已經滿足了 他就說 八仙嶺一場山火 令到民政事務局前常任秘書長李麗娟 做了一班受傷學生的乾媽 一做就十五年 人人都叫她媽打的李麗娟 是香港第一位獲政府保送到外國進修的女官員 做官三十幾年 處理過無數和市民息息相關的決定 今天離開官場 退下火線 仍然奔袖於各個社區團體之間 唯有需要的人士籌款 實踐私比授更有福的道理 下一集香港白人 帶你了解更多媽打做人做官的哲學